一隻老虎加上四隻貓 象徵著五福里門的春蓮 就要誕生在三民區的風雨裡 由里長親自操刀設計 再加上書法老師小體軒的題字 讓整幅春蓮更顯得喜氣洋洋 更是里長要送給里民們的祝福 我們這次就是以虎年為主題 然後希望給大家虎年的祝福 那我這次寫的是虎立太極 那台語就是虎立探極 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可以很順利 然後大家都可以探大金 五福里門就是一隻老虎加了四隻貓 因為貓咪是我們風雨裡 就是街貓的問題 所以我就是以貓貓 辣貓都會結合在我的創作的春蓮裡面 然後讓大家更了解 就是那個街貓的問題 今年的春蓮創作結合了社區意象 透過老虎與貓咪的組合 希望讓民眾更加重視睫毛問題 創造人貓共融的幸福社區 現在我們的風雨裡這個限定的 2022的春蓮現在已經開始發放了 那不只是我們自己里內的民眾 還有外縣市的啊 隔壁裡的啊 大家都很永遠來索取這個春蓮這樣子 看到今年的春蓮可愛又喜氣 里民們都十分喜歡 不僅大小朋友都只乎可愛 更吸引許多愛貓的朋友 都過來領取春蓮 一起為虎年祈福 很特別 然後每年都有 這次更新鮮直接升級了 我媳婦回來看 阿嬤說 阿嬤這麼漂亮 要你帶回去 一個人帶一張回去 我看到這個意象滿不錯的 因為我們家有養貓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跟橘貓有點像 然後這樣搭配 又有那個五福林門的那種氛圍 對啊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之前都會在這邊走 有看到那個彩繪牆 所以就覺得 拿一個這個感覺 有那種招財納服的感覺 迎接虎年新春 插畫家里長親自操刀 結合書法老師創作精美春蓮 送給民眾滿滿祝福 以上也歡迎喜歡的民眾 來服務處領取 一同迎接五福林門活力滿滿的虎年 記者 孫建勳 高雄報導